然后接下来再画一个还是这种柱状的 但是我们画的是一个猪体子 猪腿 注意概括它的特征 概括它的特征 然后下来之后呢 它这个宽度 就是宽度和高度的一个比例 这边呢它是比较 绑一个红布子 然后在这个里边 里边交叉啊 这个这个穿叉 进来 这个是在后面过去 它这个上面这种穿叉的东西 非常的多 到这儿过来 这儿过来 注意这个穿插杆 然后下来之后到这 这个高度 再高一些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特征 位置 位置特征 抓这种大趋势 虽然说是一个物体 尤其是这种繁琐的这种形体 一定要注意它的大的这种形的走势 这才是最重要的大的走势 好注意它的投影 你看我刚开始画的时候 没有去画里边太多的小细节变化 全部画的是它的大的走势和趋势 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再来往细的走 比呢尖一些 有了这种大的趋势之后 再找小细节呢 它不会 不会出错 大的比例 特征 特征 不会出问题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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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里外结合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形、结构、转折、投影、交界 这些同时走 尤其是越繁琐的这些地方 越要同时走 同时化 注意这个位置啊 比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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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形 这个是形 这个里边的变化就都找到了 这个里边的变化就好了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交界 它这块是这样进去之后 然后往出拐 所以说整体的趋势 你看这节趋势 它是这样的一个斜度 这节趋势是这样的一个斜度 虽然说它这个交界线的起伏 它是这样子纵向的这样去走 但是它的整体的趋势 它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它这种进去再出来的 这个转折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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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把这个上面 这样出来就具体了 然后头下的形呢也跟上 下墙 然后把它这个暗部的 给它统一一下 暗部统一一下之后呢 它就更好去找了 找它这个关系 只要是背光的都给它统一一下 这都是暗部 铺这个里面的颜色呢 还有 有前后 有前后关系 有前后的变化 有前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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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